我們今天會去遇到哪一個嘉賓 對對對 同行 同行 我們兩個沒有一起工作過 我為什麼 當他朋友那麼多年 但是沒有合作過 是因為我覺得他 有點像我 大概是有他就沒有我了 每一次都差不多 然後擦肩而過 他就是想做他喜歡做的東西吧 他沒有什麼其他的壓力 或者是給其他的人控制他想要的東西吧 我們兩個人都是喜歡我們的空間 我們的自由 Freedom 這個很重要 興奮吧 猜不到吧 沒有合作過 就沒得找了 叫他們Retros I'm not tell my J 21 BANG Youtside HANG Youtside Don't come out the house Cut the gang Youtside 我們幾個月沒有見過 好久了 幾年了 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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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tzy Here we are at the TransAmSkiFest Fest at Laguna Seca Doing a vintage race We got a race in about an hour 你現在已經是坐車手了 哈哈哈哈 今天你開吧 你開吧 開去哪 開去那邊 嘩 嘩 嘩 你有沒有試過玩這些Supari 有 爛爛爛 爛爛爛爛 耳機,也比我提高還少 你當他像野車一樣 對,他適合紐約的地方 那麼多洞 因爲這麼多洞 但是我真的不可以跟和他去 你爹爛爛爛爛一輛 Porsche 就是那輛 但我自己有GZ3 十年 一百年有GZ3 爸爸可不可以 我爸爸現在是女人之外 幾歲了 92歲 所以很大部份為何我回來美國 就是想照顧老爸 你當時也跟我說過 而且他見到你的女兒會好一點 開心點 也記得吧 記得我們的名字 例如我昨天見到他 我昨天見到他便說很久不見 我昨天見到你 是嗎?我忘記了 這樣又不能這樣 HOLY SHIT 嘩 反車 所以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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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嘩 嘩 看鏡我轉眼 哈哈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看到 在這裡 哈哈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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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你 怎麼這麼久他當然想問 是呀 是呀 他是呀 嘩 嘩 嘩 來到港邊 好 我們餐廳在那邊 好 好啊 對 好 你幾大 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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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四十七 接近五十 啦 哈哈 你真的完全不像 你猜他幾歲 我昨天已經有 Wikipedia 完全不像 哈哈 對啊 因為我整容的 整容的很好 你隨時有問題 你們可以問我 我們兩個 沒問題 先問一個 你們剛剛在聊什麼 什麼都聊 家庭 賽車 然後我們的 為什麼這個年紀 不喜歡拍戲 哈哈哈哈 因為沒有不是不想拍戲 就是要選 選好一點 對 就是我們最終的結果就是 我們兩個都是蠻相同的想法 就是 我跟他已經拍很久的戲 嗯 是時候我覺得 他想賽車 他覺得他 再不賽車 他也沒有體力跟 那個專注力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他說 我到現在20天拍了100部戲 一部戲 最短那時候是說 14天 20天 8天就試過 8天 試過 最快 8天 拍完 那時候拍戲的節奏 你問Daniel 我是8天 我不知道他幾天 節奏就很忙嘛 一天拍十幾個小時 然後拍完之後呢 休息幾個小時睡覺 然後回去 拍 繼續拍拍 那時候今晚要不拍更多 打給Daniel 在 二十幾天 對 那個姓達四妹 我們拍了二十幾天吧 最多 那個才拍二十幾天 對 因為那些很簡單 他們知道要拍什麼 然後就拍 快拍拍 當時候的香港 什麼類型的電影都有 什麼類型的演員都有 什麼類型的導演都有 什麼類型的導演都有 就看 我們那個 開的那個電影的題材是什麼 你沒有需要到那麼長時間 我們就是知道 可能 這戲本來就是 二十天能結束的 對啊 你怎麼可能可以 花到三十天的時間 不合格 每個人都很專業 因為 說實話你問他 我們跟他拍戲的時候 哪有 playback可以看 最初 都是交片的時候 你就是要很準 他們要求你的走位也好 你的對白也好 都是要很準 然後你工作人員又很快 然後導演也不會多要求 就是導演也沒有 拍一兩遍三遍就夠了 過 下一個 就是導演也不會貪心 對 就是他也知道 不可以貪心 因為你 十百尺一個底片 那你一天可能只有十幾個能用 那你多用了 你拍完了 那那天製片就只會跟你說 你沒有交片了 你沒得拍了 每一秒鐘都是錢 每一秒鐘都是錢 你不能講錯對白 是因為 你又要重新再拍 拍過就是錢 我記得我剛剛入行的時候 有人跟我說 照片很貴 每一秒都很貴 對 所以他一rollgate的時候 你聽到那個 聲音 你聽到錢飛走了 所以你會很緊張吧 我在這個鏡頭一定要拍 拍得好 我不可以NG 不可以什麼的 所以很緊張 對 所以一聽到那個聲音 就很專心 講完 看 下一個鏡頭去 是你會有那種習慣吧 我跟他算是有跨過這個年代 就是膠片跟Digital 對 我們是拍了好幾年 我起碼拍了十幾年的膠片 對 我也是拍了六七年膠片 才會賺到 數碼是應該是 08年09年才真的有 08年09年才有Red Red出來以後 我們才知道 這是Red 他說可以無線拍 那時候還說 無線拍 拍一分鐘 怎麼可能 拍一分鐘不卡 對對對 我們那時候最多一千尺 一千尺的底片 一千尺 等於是大概 一分鐘 沒有沒有沒有 四百尺 四百尺 八百尺 一千尺 四百尺是三分鐘 三分鐘 三分鐘 對 一千尺是幾分鐘 六至七分鐘 對 那時候我們Digital 它一直可以 狂拍 狂拍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怎麼樣 比如說這場戲是 我跟Daniel講 講 講到你聽到 好啊那就這樣 Cut 你不可能再繼續再講下去 因為 你講到那句對吧 只要導演說OK Cut 就結束了 因為 你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錢 你怎麼可能還給你繼續 發揮說 看你還有沒有什麼 所以那個年代的香港的導演都很厲害了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會 在拍的時候他們已經在腦子裡面剪片 對 對 知道 只要你說這句 下一句 然後其他的就拍他吧 所以不用你 所以就不要浪費那個照片 浪費時間 就拍你需要的鏡頭 然後就拍他 我還記得 腰來頭 他是最厲害 就比如說有好幾個導演我碰過是很厲害 就比如說正常還是要這樣講 對 他說你等一下 阿樂你講到這裡就夠了 我說蛤 但他後面還要接 沒有沒有沒有 我等一下反過來再拍他 他再接就好了 嗯 我不會用到你的這個鏡頭 他已經知道 他講到這裡 反過來就是Daniel的 他不會用你的 那你就不用再多浪費時間 去拍他我的那邊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拍 第二部片子拍那個《古惑仔》 是李衛強 然後他拍得很快 然後有一場戲我們坐在 這個圓的台 然後幾個演員 然後他會把機器放在中間這個輪台 然後他就轉 OK 你說你的對白 OK 到你說你的對白 但是那個order不是對的 不是說 不是說那個整個戲呢 是他先說 然後我說 然後你說他說 回到他說 他是拍他所有 說說說說 OK 來來來來來來來 然後拍拍 OK拍完了 拍完跳 半個小時拍完了 會去剪 對然後我是剛剛開始入行 然後我就很亂 就很亂 我就 你那句 剛才說的那句 不是我那句吧 怎麼怎麼剪 他說你別理這些 就你就說你想拒絕 對講完你去 你下一個就是過了 以前最常是什麼 在罵我 以前最常就被操 對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最常在現場被罵 對罵 我們都是一定會一直被罵 你們被罵 因為我們只要問問題 我們就會被罵 對對對 你不用管 你懂個屁 對對對 你管好你自己 對 你治好你對白 反正拍到你叫你講 你就趕快演 不要浪費我時間 你不要管 問我怎麼剪怎麼剪 你懂個屁 對 真的很厲害 我們就只能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經驗 我們就只能做好我們自己的部分 說實話我們也不敢多問 而且那個時候我的中文不是那麼好 這個 不是那麼明 廣東話 他很長 他以前很長會被 被笑 因為他廣東話 他來香港才學 他等於是以前從 二十幾歲到香港從零開始學 那他當然是不會講得很 很標準 對 就等於是我講英文也不可能講得標準 一樣意思 可是 當你 現場急的時候 大家就會 就會開始 會急 那時候是怎麼看劇本 就我自己寫拼音 寫拼音 對寫廣東話的拼音 對 英文拼音 對 有人讀給我聽 然後就寫英文 對寫拼音 到現在也是這樣的 因為我只能看到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對我還是不能看中文的 那個年代就是被逼的 逼著學中文 逼著學廣東話 逼著這個那個 但有時候我覺得那個年代最 最好就是因為他們逼我們 我們才很可以很快進步 嗯 然後我們剛剛也聊到 就是我們兩個人 不樂而同 就是說 從 疫情開始 我們兩個人就一直會自己找事情做 好像 覺得 feel guilty一樣 就是 越忙越好 對對對 大家都會各自找 找一些事情去 去 不想覺得自己浪費時間 可能 可能 這一些 我覺得剛剛自己在想 這一些 都是習慣的 但這個也是香港人的一種狀態吧 就是 就比台灣人不一樣 一定要找事做 台灣人比較chill一點點 比較chill 香港是走走走走走走走 對對對 我們的文化 我們從 香港電影的文化 訓練出來 就是覺得不要浪費時間 趕快 學多一點 做多一點 別人有的 嘗試多一點事情 那這個 也是 我相信我跟Daniel也是蠻像的 就是 我們兩個都是 這樣訓練出來的 演員 我們不可能說 很chill的去拍一部電影 我們會很內疚 我們會覺得很浪費 資源跟時間 對 如果你一天拍幾個鏡頭收工 好像 工作到 是不是 對 有點不好意思 對 今天我有試過有一些電影師 可能拍三個鏡頭 他說樂哥你今天可以收工 我說 什麼意思 是我不好嗎 還是 還是怎麼樣 好像 I feel guilty 就是 我們都會有一種這樣的毛病吧 I don't know 對你們來講反而閒下來跟要chill這件事情 反而是比較難的 有有很大的難度 因為習慣了那麼多年的那種節奏 就很難慢下來 但很明顯就是我們兩個我覺得同一樣的 就結了婚之後就生了孩子之後呢 就有一個很清楚的轉變 就覺得你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你想要的是什麼 而且你想做一個什麼樣的爸爸 這個這個問題呢就是想了很多 然後 然後 我們剛才在車講嘛 就是不想 一直在拍戲 然後就小朋友不認著你 不知道你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對 對你可能賺了很多錢給他的未來 但是你那個時候 不是在大家身邊 所以其實是很 我覺得很 很 會後悔的 東西吧 也聽過很多的故事 就是大家有選擇的時候 但是其實 很不敢放棄 有某些人會的 某些人會的 因為他們 就每個人不一樣吧 他們的目的 他們的目標是什麼呢 他們想 想要的東西是什麼呢 想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對 對 每個人都不一樣 有個人可能他覺得 我一定到要 努力到某一個程度 達到他心裡面的高度 跟方向 他才會覺得 哦 我可以停下來 對不對 也許 或者是有一些工作狂 他們不會放棄 很多工作 這行很多工作 特別多 因為我們這行呢 其實一直都不知道 啊你明天 還有嗎 會發生什麼 會發生什麼 可能明天什麼都沒了 所以你要盡量這個時間 就賺多少 就賺多少 有些人有這種態度 就覺得啊明天可能會沒了 所以我一定要 你不要覺得很奇怪 這個是真的 很 幾乎 整個中港台 只要是 這個演藝 演藝圈的人 都一定會有這個 想法 想法 這個對觀眾來講 就匪夷說私了 就是大家都已經這麼 這麼紅了 這麼頂尖了 你們還會擔心 你覺得我們紅 我不會覺得我們有多 沒有 另外就是你會有很多新人 跟competitor 跟你不做 別人會做 那 我們的公司也會擔心說 我這麼辛苦栽培你 到了這個高度 欸Daniel 我一直幫你爭取 這麼多的電影 這麼好的電影 你好不容易爬到這 你跟我說你不做 那他是不是他的投資就虧了 對 對 對 有一些人吃因為他們要養一半人吧 你懂我意思嗎 對 你有 你有 假設我是補天的 我很常可以 你不會 我以前跟他拍戲 沒辦法可以停下來 對啊沒辦法停下來 我就問孤宅 因為他是 他自己說我挺 就他們都沒有工作 他說我 你以為我不想停嗎 我說你怎麼這麼累 你賺這麼多錢 全香港的電影幾乎都 他不一樣的是因為那幫人都是他的家庭 沒有 他跟我講一句話我都嚇到 我不知道該不該講 但我先講好了 他說 你知道我一個月發薪水要發多少 他說我一個月光是員工的薪水就 就 然後如果我不做 我公司的人就沒工作 他是一個責任 另外一個責任感 我跟Daniel是家庭 然後他已經把 那些人當家庭 他已經把他的員工 變成他的家人 另外一種的責任感 也是為了電影圈 他覺得他多拍部戲 然後 就多了很多人有工作 這個也是不同的責任 但你也會尊重 我們不要只看 你賺很多錢多少錢 那他要花多少錢回去員工 他難道會告訴你嗎 他也不會 尤其女生 女生特別是 因為他們的時間短很多 因為一開始老了 就沒人找他們吧 所以他們會趁那個最紅的時候 就賺多少就賺多少 女演員 女演員有多少可以到50歲60歲一直拍戲嗎 不多 對不對 很多都是很早就退休了 你看美國的也一樣 Mell Streep只有一個 只有Mell Streep 可以拍那麼多時間 好像就只有Mell Streep Mell也有 只是可能他已經不是那種主角 對 你也是可以有一個好的作品 但你一定要 認清楚自己 你已經 不是那種 女一號 你可能是女二號 或許配角 或許怎麼樣 看你過不過得了自己 除非這個戲是你producer 又是你演 或是你導演 或是你也身兼導演 所以這裡是Daniel後來選擇 在美國做web service的時候 也自己當producer 嗯 去跨出這一步的原因 也不是吧 這個是因為 我覺得我塞車有意義吧 然後我要把那些東西記錄下來吧 我們在 Thunderhill Raceway 我們在 Thunderhill Raceway 準備好了 我們準備好了 25 hours of Thunderhill Race I'm one of the drivers of four on the Taziotis race team We're basically 準備好了 to go run our race car the same race car we've been running all year for 25 hours straight We're really kind of testing what I've learned from the last season the past six races and putting it all together in this one big race 你是什麼樣的決定跟機緣 你想要跨出演員的這一步 可能是因為做了二十幾年的演員 你知道你的有 你在一個盒子裡面吧 就剛才他說 你沒得控制很多東西吧 但是我們也有創意感 有想法 所以我們也要表達別的東西吧 不是在演戲拍電影方面的能力 因為我們自己都會想一些 而且我們有 我很確定 比如說我跟Daniel 有可能就每一天都會 突然想到一些東西想拍 或許覺得有趣的 可能會變成一個電影也好 電視劇也好 或許一個什麼樣的東西也好 但不一定會適合自己演 對 但是到這個程度 我們已經有一般自己的粉絲引力吧 他們對你的生活也有興趣 所以能影響 對有什麼可以給他們看到 學習到或者是不一樣的 對不一樣的我 對給他們看到感受到 你想表達的東西是什麼 除了演員以外 因為演員裡面演的都是別人 都不是我們自己 那他現在這個 documentary 他可以告訴你為什麼我會賽車 為什麼我會這麼著迷賽車 也不用通過一個中間人 一個記者 或是第三者 要表達你的故事 你可以直接表達你的故事 現在社交媒體跟那個東西 都很發達的時候 有優點的地方是 我們可以有主動權去表達 我們想表達的 不用透過第三者 這個也是一個改變 就比如說他要拍什麼東西 他直接就拍出來就可以了 他很確定這個是他原意 OK 100% 這個就是我想present給觀眾看的 不需要怕 中間會不會 加了一些什麼 少了一些什麼 或許 誤會了一些什麼 而變成不是100% Danny Wu想表達的事情 那現在他是 directly 你們在推出這樣的秀的時候 不會緊張嗎 因為這是畢竟是很 directly 很直接 很赤裸裸的要呈現在觀眾前面 跟以往做的 不會吧 因為你有比如說Instagram 你有Facebook 什麼的 你已經知道 你一些粉絲要看的是什麼 他們問的問題是什麼 所以你大概知道 你會抓到 對抓到他們想要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有Social Media 那些IG啊什麼的 都是因為給一個窗口 粉絲看到你的生活吧 對不對 不是只看到你紅地糖的那些生活 是你自己個人那些喜歡的東西吧 那反正是這樣的吧 要不給他們那些 你覺得有意義的東西 給他們考慮想像那些 對 所以其實從Deniel你的腳步來看 反而Social Media的出現 其實也是一件蠻好的事情 也好也不好 有好有不好 當然當然 就看有些人 就給那些東西控制他們吧 一直為IG而生活 對 對 每次吃飯之前一定要拍 有哪些新衣服一定要拍給人家看到 喔我穿的是最流行的東西啊 最新的 對對我是什麼什麼的 有一些是這樣的 那那些呢就會控制你 對 就是為了七眼球而生存 而去玩Instagram的 我覺得這個就 我不能說 沒有我們跟他們不一樣 我們跟他們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是演員明星吧 所以我們也有這個 這個幫助 那些呢是從零開始他們要做紅自己的 所以要做很多很多那種 很多事情 對事情 但我們不需要的 所以我們能控制的那個 你可以說你的Message 或者是你的身份 或者是你的 呃想講的故事呢 講的故事是什麼 你可以自己控制的 所以我們就譬如說他搞這個是有意義 他是要想 呃介紹一些 呃有特別的人給他的觀眾 然後我那個塞車呢 是因為 反正我都塞車了 要不 把他記錄下來 然後給觀眾看到這個過程是怎麼樣 對 嗯 因為其實現在真的好多年輕人 跟甚至是新一代的演員 大家都是要把IG啊 社交媒體啊 對這個是最危險的 新的演員他們要搞清楚 你到底是要做一個紅的演員 或是一個紅的社交媒體的人 這個不一樣啊 這個也不一樣 對不對 對 那你戲有沒有派好 對 因為有的時候 因為我在我當演員的時候 我不喜歡人家知道我太多的私人的東西吧 因為那些私人的東西會影響他們怎麼看你演戲 你知道嗎 就知道你很多自己性格的東西吧 然後當你 或許你的習慣 或許一些習慣什麼 對 他們看你拍戲 他們當然不是 這個不是吳彥祖 這個是他在演戲吧 所以你知道嗎 他們會跳出去吧 對會跳出去吧 所以如果你心理演員 你給太多你自己的東西吧 會影響他們 你的觀眾怎麼看你演戲吧 簡單來說 你沒有神秘感 對沒有神秘感 對對對 這個很重要 但現在社交媒體 神秘感非常重要 對一個演員 比如說 你完全 平常不會看到 你也不知道我是怎麼樣的生活 但你只會每一次 看到我的演出的作品 對 那每一次別人都會想 這一次他會幹嘛呢 對 然後很好奇 那如果你把全部東西都牽開來給別人看 也許他已經覺得把你變成一個朋友 有好有不好 對 有好有不好 也許我現在做的事情 要小心這些 會變成我跟觀眾跟接近 可是 就是因為你們以前沒有看過真正的余文樂 是長什麼樣 你現在很好奇 或許你沒有看過真正的吳彥祖 為什麼喜歡賽車你很好奇 但 也許我們兩個看完以後 我們 跟觀眾拉近了以後 那也許到我們拍戲 他們會覺得 這好像不是很能投入進去看 這個戲裡面的余文樂跟吳彥祖 也有可能 對對對 社交媒體很奇怪的是因為它會 影響了我們整個圈裡的做法 你給了太多了 就會影響 你不做了 也不行 對不對 所以你到底 給什麼觀眾看 這個很重要 對 等於是你自己是要 當一個電視台 你是放什麼節目給觀眾看 對 對 我自己現在在拍戲 遇到真的好多年輕人 他們會迷失 不只他們迷失 他們經紀人也在迷失 對對 經紀人也不知道該告訴他們說 你要做你的社交媒體還是 你要去演戲 你要去做些什麼東西 經紀人不一樣 經紀人會探心吧 他們是要你什麼都要做的 對不對 所以你要自己決定 你問他 他什麼都要 對 因為能賺的錢 他們就會逼著你去做的 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想法 跟你自己的想法 也需要小心 你要分得很清楚 他們要的東西 跟你要的東西 簡單來說 你當一個演員 你如果是年輕的演員 你如果說你自己是演員 那其實演員這兩個字 也需要負責任 你敢不敢說你自己是 真正是一個演員 對 跟明媛跟不一樣 還是你 明星不一樣 對 我們先不說明星 明星是成功了以後 你叫自己明星 好不好 我們說 你今天是一個藝人 還是一個演員 還是一個歌手 對 有人家的目標變了 現在人家怎麼可以 那麼最快的當明星 但是沒想到 我要好好做一個好的演員 做好的這些 你會自然的變成一個明星吧 對不對 但是現在所有的人 想的動作 想的事情 就是要怎麼 最快的當明星 對對對 怎麼說呢 就跟我們的年代不一樣的東西 結果會怎麼樣 你很用最快的時間 蓋一棟大樓 你的底就打不穩 對 做個塔 對對對 而且如果譬如說 你借了這個角色 但是你準備的時間 要拍廣告 要做這些 然後你沒有好好的準備 然後到你要演的時候 你演得差 你覺得不好 都沒了 就是你了 不是你經理人的問題 不是導演的問題 就是你自己的吧 所以 所以我為什麼那個時候 拍戲的時候 不會大戲拍的 不會拍 同時間拍兩三部戲 是因為我要專心拍一部 我寧願這樣的 拍一部拍得好 比拍三部拍得一般 漫漫糊糊 對不對 我那時候是跟他不一樣 他是一步一步 我是 我希望 越多 我的成長會越快 沒有我剛開始的時候也是這樣 因為我沒有基礎 我沒有學過 沒有我也一樣的 剛開始的時候 你要變成一個fighter 對不對 你要打得多 越打得多 你就會越有經驗 對 我是用這個邏輯去 去拍很多的戲 加上是因為像他說的 我們剛出道二十幾歲 沒有say 公司接給你 你就要去做 對 就這樣 你們是怎麼樣會在中間選擇 要去來紐約學表演 因為戲都已經演很好啊 每一次看 是你們覺得 沒有 戲是一個你演戲呢 是一個永遠都學習的東西吧 沒有 沒有一種完成或是結束的 Dicabio都沒有說自己演得好啊 對 所以你永遠都有可以進步 可以進步 每一次都可以進步 所以那個時候是我 07年 我已經入行了十年了 但全都是自己學回來的 我是從其他的演員的身上學回來的 但是沒有真正的去學 所以那個時候我要去 呃 呃 你是去 Lee Strasberg嗎 Lee Strasberg 對 為什麼要去呢 就是因為我要看 我剛才自己學的東西對不對 對 一個 一個 Double check 一個 確定 對 Double check一下 我就不一樣 我是跟他不一樣 是我覺得我已經拍到 不知道該怎麼拍了 我也不知道我演得對不對 那我就要去 嗯 學 有沒有新的東西 我覺得我可以運用到 我拍戲的 新的技能 因為我懂的技能已經用得 從 從 差不多了 嗯 我已經沒有新東西 知道該怎麼用 我就要去 學一些新的 吸一些新的技能 然後再運用到我拍戲的 地方 我是這個 比較偏多 嗯 對 那為什麼你們都選 紐約 因為我覺得對於可能很多觀眾來講 大家想到 拍戲啊 你會想到 紐約是因為 紐約是因為 紐約是因為有 有歷史吧 因為我 自己喜歡的一些演員 李 所以 阿爾普奇諾 羅伯德尼羅 他們都是紐約人 然後方法演技 是從 紐約開始吧 所以我 我去的那個學校 就是用這個方法吧 然後有很多其他的前輩 都是去了這個學校 學 藝術 也有 但是沒有那麼 那麼長的歷史吧 沒有那麼 嗯 氣氛沒那麼濃烈 對 而且紐約也有其他的影響吧 你去博物館 有好多 就很多其他的 你可以看 對很多的 對 broway 就可以給你很多靈感 對 因為 全部的人 全世界各地的人 都會到這個地方 fashion 然後不同人種 都在這個地方 對 然後你 人 總 文化來的原因 越多 你就會越有靈感 越有不同的東西 你可以看得到 嗯 但是 我是比較 我覺得 你先 如果能 先拍 從一張白紙 先拍 再去學會比較好 哦 對對對 你沒有 就是 你先不要學完畢業 再去 我覺得 如果能夠 從白紙一張 先拍 然後拍了好幾部 再回去 學校 會更好一點點 我個人覺得 為什麼 我覺得 你不會被那些 logic 去影響 而且有很多 片場的技術 不是在學校裡能學得到 比如說你走位啊 怎麼找光啊 那些東西 小的tricks 那些東西 小的tricks的東西呢 你在學校裡邊他們不會教你 不會教你的鞋吧 所以很多人家 就很多人都 剛剛 表演科 畢業的人 去拍戲呢 他們就很lost 他們會表演 但其他的東西不會 什麼都不會 走位啊 分鏡頭啊 拍多少次啊 那些 這個呢 完全不會 就會 很深疏 就是很 rocky 就是完全 不知道怎麼辦 對 而且最大問題是我覺得 我不想你被那個 科本 書本影響到 你自己的表演 我覺得白紙一張 如果你用 慢慢的去吸收 跟碰到一些好的導演 你就會 而且學校會叫你最理想的方法吧 但是在真正的時間呢 是沒有最理想 對 比如說你說你要做一個method 對呀 你到學校裡邊就學到 OK我怎麼造 我怎麼變成這個角色 我完全不離不開 所以我在拍戲的時候 我一直在這個角色裡邊 其實很難做的 因為 你要回家 人家 車你到現場 問你吃什麼飯啊 什麼的 這些東西就比較難 很不實在 對 但我覺得應該也是有好多的朋友 真的會很好奇 你們對於未來是怎麼看 韓國的影劇 還有這些東西 砰就這樣起來了 你們自己怎麼看 這些崛起的事情 和未來的電影 其實跟以前都沒有什麼變化 都是這樣吧 會有 突然間會有 香港的電影紅了 然後就沒了 然後突然間韓國 起來的 或者是法國的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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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你說一直有那麼的起波 起 起什麼 起伏 會有這種 所以你要就跟 滑狼一樣的 你就 就 就 慢慢來吧 對 有的時候高 有的時候低 就 對 李小龍也學了 Be water Right Be water 你只能 Be in the moment 就在這一刻裡邊 你知道你在幹嘛 就追究沒有了 最後有一個小問題 嗯 然後這邊的話呢 會想說可以 想我們可以先休息一下 我們可以做一個 Behind the scene 問Daniel的一個小問題 對 然後到時候你才會看到 那太好 那太好 你是問他的問題 對 關於他的問題 好 來吧 我覺得是他很自然的成長吧 我覺得是他很自然的成長吧 因為譬如說從2007年他問我 關於女樂的一些表演課的東西吧 他一直想 嗯 進步 他一直想做好自己的部分的東西 到了我搬到美國去 他有一次來到洛杉磯 然後他問我很多關於美國的問題 買 買樓什麼的 你知道他是在想他的未來 他的 他 我剛才說他走 走了那條路 那條路 是走那麼方向 所以他想理解我 我在做什麼 一個你可以說一個前輩也好 一個好朋友也好 他看到我做了一些東西 他想理解 呃 比如說我我去美國生了孩子之後呢 他問我很多家庭的問題 生孩子 但那個時候他還沒結婚 還沒有孩子吧 到這個時候他有孩子 有家庭有什麼的 他的Values 也跟我的Values也像 可能是因為他通過我的經驗 他知道我的經驗 然後就拿了一些好的東西 就放在他的經驗裡面 這個很好 這個表達他是很聰明的一個人 他在尋找他自己一條路 然後他要通過很多的他的一些朋友 身邊的人 媽媽媽媽媽把這些資料吸收 然後就找到自己一條路 我特別享受這邊 因為他永遠做他自己 這個很重要 帶我去到一個人 我去到一個人 就知道了 他很知道 我可以說一下 你走到一個人 所以要說一下 我會去到一個人 他會去到一個人 做一個人 他會去到一個人 他會去到一個人 太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